就先请Tori 老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好的,大家好,我叫Tori,然后我现在在温哥华,我在Universal British Columbia, UBC,读社会学的PhD 然后我现在在主要在写我的Dissertation,我的Dissertation主要研究的是关于北美中国LGBT群体在北美的这种移民的经历 然后我的教育背景,我是Universal Virginia的本科,然后我在芝加哥读的Masters,转到了社会学,我之前是读历史的,然后现在来到加拿大,然后读PhD 对,这就是我的简介 然后接下来想请Tori 老师简单的为我们做一些spoiler,就是接下来无期的overview 很好,对,我们目前计划的是还有各这期还有四期program,然后用不同的视角,然后比如说 这个今天的是一个gender study 的视角,然后之后会用比如说 社会学的人类学,然后历史,然后等等的角度,然后来看 Gender study 在中国的context 下有什么样的应用 然后每个都是差不多的时间,然后两个小时 希望大家都积极来参加 这里就请Tori 老师简单介绍一下 呃 接下来的重点 对,就是这个主要是跟上一期我们已经进行了一期,之前进行了一期Seminar,然后跟上一期相比呢,我们 呃,上一期更多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然后比如说我们介绍了一些关于 啊,孔童啊,然后还有一些女性主义啊,等等 这样的文章,然后它是比较学术 的,然后这期的话可能是从 社会学转到了更多角度的分析,比如说我们有 啊,来自历史学的学者,然后来自 Gender study department 的学者,然后这样的 这些作者可能有不同的文风,然后对于分析的角度也不太一样 啊,对,然后 我们这些,我们这个Seminar 主要的是讲Chinese context 因为上次也有人提出说 啊,感觉很多理论是西方的,然后我们也想知道 就是在我们比较能relate 在啊,中国的context 下这些理论还有一些现象该怎么样的分析 然后最后的话,我们是从 现在从更宏观的角度 相对于啊,上一期 然后比如说我们会从国家的角度 然后看state是怎么控制 Gender and sexuality 的,然后还有 从历史学的角度,这些都是 相比上上去,上去 啊,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稍微宏观一点的 啊,analysis 然后这本书的作者他在 啊,preface 还有 啊,我之前也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然后这个作者叫查理 啊,然后他是1970年末出生在中国的 然后出生在一个 working class family 啊,对,然后 这可能也设置了一些他自己的研究兴趣和 在这本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 还有关注的内容 然后他是 应该是在中国读完了 master's,然后后来又到了 美国的 Arizona state 然后读了community studies 然后等于说 其实也跟我们很多人的背景差不多就是 相当于在国内接受一部分教育 然后后来移民到美国 啊,然后他的 啊,他其实自己也经历过了一些 migration,然后他在书中提到的他首先是在国内 migrate from 一个 比较小的城市 还是乡镇这样的地方 然后移民到了 到了大城市 应该是他 比如说上master's 的时候的 啊,这个移民经历 然后之后又有一个international 这个context migration 所以 啊,这个个人经历也是比较复杂 然后他这本书的话 其实是 啊,一共是分了五个章节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会讲 第一个章节,第二个章节和第五个 章节,然后前两个章节呢 一个是关于国家 就是关于 2009年中国开那个 60周年 那个阅兵仪式 然后他从这个中解读了一些 啊,gender和sexuality的inside 然后以及 看权力是怎么operate的 然后第二个章节讲的主要是《非诚勿扰》 用这个作为case study 然后最后一个章节讲的是单美的文化 然后这本书感觉是他在 啊 他把好几个 就是之前我读过他的第1章和第2章 好像都是作为他的dissertation 所以感觉他是把自己之前发表过的文章 然后找到了一个common theme 然后写成了一本书 这本书非常的recent 非常的新 是2022年 就是去年刚刚 发布的 然后也是 啊 关于中国研究 然后关于中国研究sexuality one of the most advanced 或者是 the most recent books 所以 啊 非常期待大家的考论 好 然后接下来 首先先想 让老师讲解一下 就是这本书主要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研究的 好的 然后这个书其实他的methodology他在introduction的 啊某一页有讲然后大概 讲了一页左右吧 然后他的方法主要是 Draw from media and cultural products 比如说 啊 media就包括就是《非诚勿扰》这个电视节目 然后一些文化方面的 啊公众文化 public culture 然后还有一些popular culture 看这个在这些文化的products里面 Gender and sexuality 的关系 然后以及和 啊中国政府是怎么控控这些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还做了一些田野的调查 然后他应该是自己在一个 工厂 啊 还有在中国的一些地方 还有一颗一些单位的 啊 妇女然后进行了很多interview 然后了解 通过这些方式然后从 啊田野笔记然后从 中访谈中得到了他的一些数据所以是一个combination of 的 比较 啊 宏大的目标就是从社会主义转型到新自由主义的 啊 啊 这么一个转型 然后每一个人其实的感情都是被这个转型所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 我们看一下比如说 love 这个感情是怎么被 引出了这个love 这个topic 啊 首先刘阿姨他是 在 大概1980年 左右然后他 离开了家然后在一个私婆工厂开始工作 然后工作了大概13年 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晋升到了一个leadership的position 然后但是呢他的丈夫非常反对 他 就是进入这个 啊 高层工作以及进入这个商业 他觉得他丈夫觉得就是 就是女的所谓的女的就是应该让 就是让妻子然后来照顾 啊 他的 丈夫然后并且 不要 然后丈夫负责挣钱然后妻子负责主内 所谓的 嗯 所以呢 然后他就开始了开始了一个这个 grocery store 叫什么 超市这样的东西然后他和他的 丈夫一起经营 然后他在 interview 中然后有一句话然后是 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然后引起了这个作者的注意 然后他说 people like me would sacrifice for the sake of our family and happiness of our children when my sons date girls their girlfriend's parents would say our family is not very harmonious 比如说在英语的语境里面 能就没有说大爱或者小爱的这么一个对立的 词 所以作者注意到了这点然后觉得love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情感 然后他虽然在 很多时候是我们说比如说我爱你我爱他我爱我的家这种 但是很多时候 那背后他所蕴含中的一些东西比如说 他对他的家庭有了大爱然后 就可以 make 一些sacrifice 然后做一些牺牲 然后这样的话他比如说就不会跟他的丈夫离婚然后就会 一直 一直做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然后来养他的孩子 然后其实这样的话也是利于的利于社会主义的 中国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稳定 没错当时读到刘爱一这句话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有趣 那接下来Tori能再延伸一下讲刚才你提到的爱背后的含义具体是指哪些 方面 对然后爱这个概念其实是我觉得我一开始读这本书还是觉得他的focus还是挺新颖的 因为一般叫我们社科可能不会去讲这么一个 概念但是呢 这个作者就觉得这个概念其实在中国的社会转型 还有政府对人民的管控中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一直以来我们可能会觉得love是一种就是我们谈到爱我们可能谈到的是一种 身体上的体会比如说 这里讲的happiness excitement pation 或者other warm feelings 然后比如说 我们说我爱你的话那讲的可能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链接 然后这么的一种情感 然后 但是但是呢在这个中国的context下很多时候爱这个概念它是more than that 以及这个其实是被政治所扭曲了很多的 比如说 啊 没有 万万 说当爱被用作一种武器用作一种appletters of control的时候 比如说 一开始刘阿姨的话 呃他就讲的是我们就是牺牲的这种love sacrificial love 然后比如说我这些农民工也可以在外地打工然后挣钱然后养用来给他们的子女 然后或者是支撑他们的父母然后撑起这个家 所谓的 但是他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可能要做很多牺牲但是这个这个过程 我说这个令给你要不要 然后呢 他用love来解释一种就是看起来这些农民工比如说在城市里打工然后 对于自己的利益什么的是一种牺牲是一种compromise 然后这个看起来可能是比较irrational或者是当刘阿姨我们之前讲的刘阿姨的例子就是 他自己比如说 如果不支持他 做生意他为什么没有 maximize自己的利益坚持做生意或者是 啊选择其他途径而是说 就是比如说听他丈夫的话然后为这个家庭做出牺牲 然后 作者想解释的就是为什么人们 就是act in irrational way seemingly irrational ways 但是呢这些irrational way他们 其实最后的结果这个这些行动的结果其实是和 这个集体主义的利益 还有还有国家的利益是符合的 比如说农民工他这样子就会给给给给国家提供很多labor power labor force 然后或者是 像像刘阿姨的这样情景就维持了家庭的稳定 然后 这种真的structure就不会得到挑战 然后 对 然后这个也是 和尔靠 啊 Slow death as they all move towards the premediated 啊 Destination of decaying segment of the population meted out by the state for wearing out 就是国际的作者有一个phrase好像就是啊 dye slowly live 哎是什么来着什么dye slowly 你能够记得吗 对他们什么live 对他是一个蛮长的递进的感觉就是 嗯 工作慢慢 工作 然后慢慢死亡 在辛苦 对对对 工作 在形容了很多中国老 中文人 或者是work in class 啊的一生就是他们在make很多sacrifice然后 啊 bifor they die 这样的一个national context 嗯 好谢谢啊 tory老师 我在读的时候还想补充就是补充一点就是感觉啊作者在用就是作者在说中国在在这种语境下用love他就剥夺了就是别人来用love来形容这些就是lauren berlant的这些啊所谓的这些love的权利是这样的tory就是 剥夺了一个话语体系 对确实是我觉得啊 他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爱国然后爱党这些都是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然后爱就被这样使用所以这样的使用的情况下如果成了习惯可能就排除了很多很多其他的可能性然后啊可能就爱就代表的是一种value是一种virtual 然后他可能就不仅仅是指的是就是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一种connection一种body feelings 啊这样的爱可能就会被subordinate 就所谓的大爱是这样子的 那一点还有包括就是他在他在说这个爱他就直接剥夺他比较说他的圣女啊他这圣女他直接像那个文章里面直接就说了他说就是27后岁以后的人你已经失去了你的love ability什么还是love a ability什么就是那就是你只要超过这个年限你就直接expire你就不可以再去爱人也不会有人爱人 就直接给你下了这样子一道死命就对他只是把love这个概念通换掉了就换成了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describe的东西但他就已经不是西方视角里面那种人与人之间一种非常organic的纯粹的这种connection就把这个概念完全的通换掉了然后来剥夺我们整个话语体系让我们甚至没有办法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是这样 对对是的是的我们在接下来在分析第二章的时候会非常有很多很多这样子例子然后比如说你如果没有房子你就不值得被爱然后你的love love ability不仅是你你不会爱你也不值得被爱所谓的然后很多条件就会被剥夺爱的权利然后我们待会就会啊看到这些好的那在具体分析每一个章节之前想先让Tory老师在 简单的呃讲解一下作者写这本书呃做这些研究的motivation嗯对就是作者他其实一个非常主要的focus是新自由主义就是neoliberalism这个neoliberalism呢传统认为是就是比如说政府加啊减少对这些企业的管控然后很多东西被私有化然后而不是国有化 然后提倡所谓的个人自由的这些概念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呃经济条件下呢我们这个人大概会就是像Adam Smith啊还有一些早期的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就是一个会calculate的动物 然后就他就会管做什么就会try to maximize their own嗯benefit然后这是一个cost and benefit analysis他是通过这种calculation和这种calculative rationality来运作的但是呢然后这个作者就观察到一些现象就是说人啊他有的时候很多人被压迫 但是虽然你你在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可能在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并且没有怨言然后但是呢然后这样可能是seemingly irrational的他不是一个maximize自己的benefit的行为然后可能也不是maximize甚至整个家庭的行为但是呢就是通过爱然后通过一些操纵一些啊 effect通过操纵一些情感方面的嗯这些概念然后来嗯 嗯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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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就是变得是entarily rational 的动物所以这个作者感觉他是在用爱这个概念然后来按探狗说看这些oppressive systems of gender class and sexuality 是怎么运作的然后利用爱这个概念然后操控我们的情感不仅仅是爱还有类似于love land 之类的概念都是从反复在 呃呃贯穿全书不知道大家在读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概念感觉非常的困惑所以在进行呃章节节读之前相信tory老师在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挑出来的一些可能大家想更呃了解的词嗯是的是的就大家可能会看到love land 的这个词不同的出现然后love land 也是根据他的central concept of love 所建立的一个概念就是呃 还呢就是所谓的ccp 控制的这些地方就是所谓的love land 就是where the politics of love operates 我觉得然后也是一个 apparatus where love operates as a control mechanism然后一个 landscape of public intimacy 就在这个 landscape 中我们啊就是love 是这样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运行的然后新自由主义第二个词neoliberalism 然后刚才我们在上一张也是这样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运行的然后新自由主义第二个词neoliberalism 然后刚才我们在上一张 我说了就是在比如说在美国的一九六零一九七零年开始然后就盛行的一种呃新的 government government 然后就是呃提倡人们要 maximize 自己的 interest 然后减少政府控控然后其实有点像之前的自由主义就是 adam smith 提倡的那种自由主义invisible hand 的呃操控这种 free market 的运作就是你不用管他他自己 就会 work 呃的这么一种理念 然后呃所以在中国的这个 context 下如果说我们说一九呃建国以后是主要是社会主义在一九比如说一九八零年之前吧这社会主义的话那我们现在的就是怎么 characterize 我们现在的社会那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呃neoliberalism 中国特色的呃新的 自由主义所以这是一个形容中国和很多世界国家运作的一个概念 对然后第三个概念就是biopolitics 就是呃是我们上一期我们在第五节我记得是讲福克的时候提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biopolitics 就是一种新的呃政府的 power 运作的方式 比如说以前那可能嗯就没有这么的注重人口学然后现在呢就我们知道有什么呃 death rate birth rate 然后政府可以知道比如说在几几年然后老龄化会到百分之多少然后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所以开始提倡现在就开始提倡啊生三胎啊或者生二胎这种然后来呃补通 劳动力然后通过控制人口通过控制不仅是宏观的人口而且是通过控制每一个每一个individual body然后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body然后来呃达到他的治理 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difference making machinery其实也是非常多出现的一个词这个大概感觉就是呃因为在社会主义的时候应该是所谓的人人平等就是每一个人都就是在在在社会主义的这个概念下应该是没有difference的其实然后所有的这些比如说你有没有钱呢或者是你是男的是你的你都要积极参加工作的 这些都doesn't really matter但是呢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情况下然后并且政府想达到分而置之的一种效果所以就要把人们分成不同的group然后不同的group比如说呃所谓的圣女就是27岁以上的女性那他就是一个单独的group然后他就是他是different from other groups然后这些group就这些圣女呢就不配比如说被爱或者是拥有爱的能力或者是拥有生育能力等等等等所以这些 这些通通通都可以通为difference making machinery不管是通过gender通过sexuality还是通过啊你的class等等然后在这一项呃提一下我们第一期腿老师的性别研究讲座里提到的内容包括在讲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的时候腿老师曾经多次提到过exclusion其实是建立identity的一个步骤 感觉也可以联系到我们今天要学的difference making machinery里然后还有在讲social historical theories的时候 啊透露老师也提到过啊hegmonic social groupsinstitutionalize their own culturesas national culturesand thereby generating a range of subordinated and minority groups 然后所以推荐大家如果有没有看我们第一期视频内容的时候可以到我们的油管频道去呃复习有tory老师第一期的讲座好的那接下来想呃就请tory老师正式开始呃第一章的讨论 谢谢Ringo之前的补充啊啊对这个slats主要是给大家一个overview of就是第一章他他在一开始的时候讲了他的goals就是呃第一章的目的 然后并且提出了他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就是通过looking at histography这样的就是看历史是怎么被书写的这种方式 然后他还在啊前面讲了他的main arguments然后分别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他的目的就是explore the temporal register of the love land dismantle how the gendered class and sexualized boundaries of the love land are modulated in alignment with calculated biopolitical control to anchor china's marketization and global expansion oh such a long sentence 读起来都比较费劲但是如果我们如果unpack这么一个很长的sentence的话就是呃他通过分析时间上面就是看这个love land 如果如果大家对love land这个词的脸目的时候我们可以替换暂时把他们替换成china就是有的时候我自己读的时候也会这样mentally的替换 然后就是看这个中国目前的这个政府是怎么比如说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他是怎么来书写自己的历史 然后是怎么把这么多比如说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 well所谓的资本主义的transition其实是一个非常draftic非常radical的transition 但是他可以把它做成作为一个完整的narrative变成一个coherentstoryline 然后就像就是60周年的这个阅兵仪式中所展现的一样 然后看通过时间的线看到底是怎么就是这个love land是怎么operate 然后他的focus就是looking athistography就是看中国政府是怎么把这个过去现在和将来展现在同一个平面上的 然后2009年的这个阅兵仪式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然后他的mainpoint是就是他这个festival他他他他他不仅仅是一个就是像什么200820072006 他可能每年都举行一些阅兵仪式但是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大型的活动 但是他说的是这个其实非常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role在restruction restruction prc structure timeline into a sequential sequence that move forward into its imagined future 就是其实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 包括2008年的奥运会也是就是在这个时间点看中国是怎么把他们把这些inconsistency 在这些historical transitions 是怎么把它变成一个有一个past present future 是一个连贯的时间线然后并且引出了一个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将来 然后通过看这个然后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些比如说有些人看了可能会觉得热泪盈眶 或者是看了会觉得特别特别激动然后把国旗挂在窗口 当时我在国外上高中的时候确实有人这么做 然后然后然后就imagine了一个社会主义特别美好的将来 然后并且为这个将来感觉到自己是这个一部分然后起到一些非常dramatic的情感的效果 对所以然后呢这个作者我在这里扣特了两段话就是看他怎么achieve这个main point 比如说techniques of gender class and sexuality that the state has used to fashion the cultural contour and we sculpt the organic texture of these national bodies to strengthen its fractured � historically就是这个转折其实是非常fractured 他是一个不联贯的他是一个就是broken的时间线 但是呢他可以他可以通过 对于性别对于class 对于阶级对于性 The sexuality 不知道甚至怎么翻译 所以这些的展现然后把它变成一个coherent 的narratives通过 这些的manitulation 对然后 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 也是一个main point 相当于就是那些 很多时候我们看春晚 还有看这些大型仪式 都会有一些女的dancer 就是舞蹈 舞蹈的人 然后她们非常的feminine 她们的presentation 比如穿着长裙 然后身体也非常的 有柔韧性吧 然后她们这些 feminine dancers pay tributes to the PRC's 60th anniversary reproduced all the chinese people as subordinate subjects and simultaneously incarcerated the state as the people's hypermasculine antithesis 就是我们 通过这些 dancers来代表人民 人民就是一个 比较feminine 比较女性化的 这么一个个体 然后需要state来保护 然后他们 在给state跳舞 然后就是给国家 所谓的线舞 然后呢 这个国家这个时候 就默认为一种 就是hypermosco 非常有所谓的 阳刚气质的 跟这些女性 形成了宣明的 对比的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这些 body performance 背后都其实有 非常非常多的 含义 然后我们接下来 可以来 father and pack 到底有什么样的含义 我们接下来 还会回到 feminine dancers 这个问题上 然后 然后想请 Tori老师 简单介绍一下 作者用到的 一些研究方法 在这一章中 好的好的 我非常简单 都过一下 他也提到了 非常多的 technics 然后提到了 很多framework 如果这个每个单独 拿出来 其实都可以讲 一节的 所以我就 把他们 summarize 一下 他主要的 就是 chrono biopolitical techniques 我觉得第一点 比如说和 第四点 都是通过一个 chrono law 就是temporal的 register 就是temporal 通过分析 时间线的 这么一个technique 然后来 untangle 这些 就比如说 看过去 未来是怎么 被展现的 然后来 unpack 它背后的 意义 然后就像 第四点 说是 think against the dominant arrangement of the time and history 就不能说 比如说历史书上 呈现的是什么 你就相信 这就是全部的 内容 而是要think against the dominant narrative 然后来看 历史上 其实很多东西 是 不是像它 展现的一样 smooth的 然后它 把它 smooth 把它变得 这么smooth的 背后 肯定是有一些 heaten agenda的 对 然后呢 这个也相当于 有点像第五点 就是anti propaganda 就是propaganda 说的是 你要read against the propaganda 看它背后 有什么inconsistency contradictions 有什么逻辑上 的漏洞 或者是和自己之前 说的不符合的地方 然后通过这些漏洞的来 因为这些都是很powerful的东西 然后这样才可以来了解这个背后的信息 然后以及dismantle我们的这个social structure 对 然后第二个 我觉得它强调的就是 就是这种 feminist intersectional approach 就比如说它这个分析的 不仅包括gender和sexuality 因为gender和sexuality 它们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concept 在intersectional analysis 而是说 gender也是非常class的 也是非常的ritualized 比如说 然后它们这些都是interconnected的 所以它分析gender的时候 也会一定会提到class 然后分析class的话 也一定会提到gender 因为这些都是不可以被separate 然后呢 还有这些就是clearance 然后比如说它说 它unearthing the hidden heteronormative lentity of the seemingly impossible affiliation between socialist and neoliberal China 就是从clearance里面看 heteronormativity 是怎么被贯穿的 不管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 还是在就是我们现在 新自由主义的中国 其实heteronormativity 它始终都是存在的 这个其实也可以看我们之前的 下面的 我记得第二期的话 有讲heteronormative imaginary 然后比如说在西方的context下 heteronormativity heteronormativity 是怎么作为一种institution 一直存在于各个政治体系中 不管你的社会是怎么变革 但是就是heteronormative的这个事实 它是连接所有的过去和未来的 对 然后主要的就是这么的一些perspective 然后如果大家对某一个比较感兴趣的话 我们也可以之后 further unpack或者是单独在一起 然后这本书一个重点 就是difference making machinery 然后接下来想 让托尔老师简单讲一下 究竟ccp在哪些方面制造了差异呢 对 我觉得它这个文中 它可能也是因为 作者自己的background和stand point 然后它对class 有非常深刻的分析 比如说它说在2009年 那个窝居那个电视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然后说它论了很多社会不平等的问题 然后之后那个电视剧好像被censor了 然后就不让播了还是什么的 我也没有follow 但是然后它这里还提到了 就是关于阶级不平等的 就是那个fox from walker in武汉 就是这个富士康的一些工人 然后他们的生活条件 然后相信这次covid 我觉得在郑州的富士康也出现了很多resistance和就是大家一起站起来反抗的势力 就是说这些working class people 他们和middle class和一些middle upper middle class和elite 其实过着非常不一样的生活的 所以说就是政府要努力的防止这些under class 就是working class people 或者是even lower的class 就是防止他们联合起来 然后进行反动 然后对 然后就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gender也被作为了一种手段 然后来控制这种class difference 然后这个我们一会儿也会在仪式里 就是讲这个阅兵仪式里提到 是gender和class是怎么联系起来的 所以就是相当于 如果说社会主义的中国是没有class存在的 就是或者是至少是官方禁止class difference存在的话 那么在新自由主义的情况下class它就必然的存在 政府会比如说censor掉那些批判inequality 批判不平等的一些信息 然后来maintain这个class difference 所以这是一种difference making machinery 在经济条件上来说 然后还有呢 就是比如说national nation方面 然后比如说这个就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培养爱国主义 比如说就是很多时候在中国自己可能有一些危机 比如说covid的时候 然后可能要引发大家的爱国主义来 remind大家自己 我们其实是一个一个nation 然后你不管要怎么 你不管怎么样 你都是要爱你的国家 然后你如果不爱国家的话 那就是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然后对等等等等 然后就是nationalist 它其实也是一种identity 就是我觉得我的nation 是我identity很重要的一部分 然后它也是一种exclusionary practice 像Ringo提到的 就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和日本人 那它就是一种oppositional的关系 for example 然后通过国家的这种概念 然后来制造difference 这是第二种difference making machinery 然后第三种的话也是 是gender 然后gender的话 这个也是非常interconnected的 比如说在社会主义的时候 那gender可能就提倡女性要参加工作呀 然后要更有阳刚气质 然后比如说那种铁娘子的形象 或者是红色娘子军等等 这样的presentation都提倡的是一种 和现在的gender很不同的一种社会 社会的角色 现在的话那可能提倡的就是 比如说一个国家政策 让你生育三胎呀 或者是国家政策要求你 就是还是要作为这个nuclear family 这样重要的reproductive roles 然后你的employment的话 也没有说就是禁止公司问你 比如说怀不怀孕啊这种 然后或者是这种生育方面的歧视 所以女性其实是有一个very contradictory roles 然后这个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变革 其实相对于 well相对于男性来说 可能男性一直担当的是一种比较 mastery一种 比较所谓国家的前进方向的这么一种角色 但是女性的role就是经过了很大的变动 然后gender通过划分男性和女性 不同的这个社会的期待的话 也来contribute to difference making 就是gender as an axis of difference making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sexuality sexuality这个可能在改革开发之后 更加的重要了 因为之前的话其实只是有一些好像流氓罪 还有什么这些罪 但是是比较general的 没有说就是homosexuality 没有说同性恋 这个本身是一种被国家完全管控的一个概念 但是在比如说1999几年的时候 他可能会一开始经历了病理化 然后后来又有去病理化 然后现在又有什么广电总局禁止 什么同性的一些文化的传播 然后sexuality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后 就逐渐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管控的方式 然后sexuality也是为了一种 difference making machinery 我们听Tory老师讲了 这一章的一些approaches和apparatus 然后接下来我们想进入到 这一章的重点的这个仪式 在讲解之前 我们想先简短的放一点 2009年的这个阅兵仪式 雄壮的大喊 尽显黄土高原男子的阳刚之美 这奔放的舞姿 灿烂的笑容 充分表达出人民大众翻身解放 当家做主的喜悦心情 然后这一章整个的一个时间线 也是一个时间线的逻辑来感觉是来 展开这张的研究的 相信Tory也从这个方面来讲解一下 这个作者在我觉得在这部分的行文 他其实如果看起来有点confusing 但是如果仔细untangle的话 他其实是在讲这个背后的时代背景 从比如说这些仪式中解读的 他首先讲了毛泽东时期的就是 毛泽东时期versus改革开放以后 毛泽东时期的话 就是阶级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因为要消灭所有的阶级不平等 然后这就是共产主义 对于阶级有一种执念吧 然后阶级就是最重要的 对最重要阶级斗争这些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个tool 然后比如说要在人群中找出 谁是不符合这个阶级的 叫什么出来什么富农 然后找出来一些费款社会主义的人 然后来进行一些斗争 然后这个是他管控的一个方式 然后他关于这个gender方面的话 他提倡的是在性别方面 还是所谓的男女平等 当然我们也比如说通过看莫言的小说 也看到很多男女的不平等 然后他提倡的是男女的平等 然后说女性也要参加到生产力里面 就是你不能因为是女的 你就要在家 然后这样子 然后他反对的是 就社会封建主义中 就是对女性的那些压迫 比如说家长安排 直接安排婚姻等等 然后还有在国家的政策方面 可能要鼓励你多生 比如说在一些农村的地方 可能就会生什么八胎九胎十胎这样子的政策 因为这样的话 社会主义就有更多的建设者 更多的生产力 然后这是通过 这是一个biopolitical tool 来control population labor和 states 然后呢 这个在改革开放之后呢 就非常的 就变了非常的多 然后国家的focus 他从就是working class 就是从工农阶级 转到了新产生的一些middle class 就是中产阶级 然后国家可能比如说 不再提倡working class 工农阶级是最好的 最有代表性的 最大家都应该学习的 而是说在保护这个新生的中产阶级 很多文化呀popular culture 都是通过就是pater出这种middle class的taste 然后国家的很多政策 也是针对middle class的 比如说就是工作的女性啊 然后你要你还要 你如果还要多生的话 那就是比较多的是一个 就是middle class 所会会会面临的一个困难 compare to 比如说你完全是在 比如说农村 或者是特别富贵的家庭 他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concern 他还有一点就是这些新生出来的不平等 然后就不再被媒体wildly discuss 比如说电视剧就那个窝居 他举的例子就是不会再大肆的论 社会有多么的不平等 然后不会再不想再引起就是人们的不满 然后就啊 这些东西就会被censored plus就是阶级这个词 他在公众视野中 其实相当于有点消失了阶级 他不再会被 比如说用在敬畏联播里面 或者是一些多学复的里面 换取而代 这个是social stratification 就是所谓的社会分层 这么一个理论 他就相当于neutralize了 这个class 他背后隐藏的这些很radical的东西 就是你提到阶级 你可能就会想到之前的一些 关于毛泽东时期对阶级的理解 但是如果你说社会分层 他好像就是一个比较neutral的 比较客观的一个概念 然后他其实这些概念 也被偷换了很多 所以这就是从时间线上看 就是biopolitics是怎么运作的 Tori提到了就是CP的biopolitics 对女性身体的一些控制 就比如说不仅是计划生育 或者生三胎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 也一直有这样针对女性的生物控制 所以西亚来想请Tori简单回顾一下 这方面的历史 这个在第一章里面 就是作者也回顾了说 就是从其实从封建时期 就是对女性的控制 和国家对于女性的控制 就已经开始了 就是这张 这部分讲的 主要focus on gender and the state 不仅是比如说男女之间 gender inequality 而是说国家强制 加在这个女性身上的一些负担吧 比如说在封建时期 从汉代开始 遵从这种孔教的三从四德 然后这就是对女性的一种 非常强力的控制在道德上 然后在宋代 到了宋代之后 然后就像是宋代的理学 我其实对这块的philosophy 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就是把family 作为一个更重要的地位 比如说家庭就应该是 一个小社会所谓的 然后你如果管好家庭 你才能管好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齐家治国平天下 齐家是第一位 你如果连家都起不了的话 你是没有能力 你作为政客 是没有能力治理国家的 然后所以说 gender is an instrumental for the monarch in managing feudalist apparatus 就是性别其实非常关键的 包括是比如说 皇室传 那当皇帝的肯定是男的 然后你要生很多很多 然后在其中选一个男的 然后去当你的继承人 所以就是这种 patriarchy 就是他的本质 其实说相当于封建社会的本质 在清朝灭了之后呢 就是说康友和梁启超 当时他们开始了一些现代化的改革 然后他们觉得 其实gender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解放妇女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让中国chief modernity的方式 然后如果我们想 造一个先进的国家 想打造一个就是不这么落后的社会的话 那我们要先从妇女做起就是 妇女被认为是uneducated and backward 然后就像想要这个时期呢 women, gender and sexuality 就像是一个 embrace population from various nations, regions, classes and harbored political educators, ranging from christian moral reformers to marxist revolutionaries 就是女性的这个不管是身体还是性都是被 都是一个battle field 然后在这个battle field里面 各个ideology都是否控制女性的身体 不管是就是比如说当时来中国的一些基督教的传教者呀 然后还有还有早期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communist 其实都有一套就是对自己对于女性应该 比如说怎么样behave 然后女性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此都有非常多的争点 所以它是一个battle field of ideology 然后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实那个时候的反觉政治上的争端 很多时候也是关于女性身体啊 关于女性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争端 然后在建国之后呢 就是gender觉得就是相当于比如说在打仗时期呢 相当于life and death struggle class struggle这种阶级斗争呢 gender可能相当于一个比较mild 比较safer的一个东西 然后就是你如果谈到什么男女对立 它不像谈到阶级对立一样 会立刻引发一些暴乱 你如果谈到男女对立 可能还是有很多人by into这个logic的 然后所以呢 这个gender就也是被用作一种logic of mobilization 然后它是更safe更加invisible 相对于一些political sensitive的东西 组合阶级 所以这个也被ccp逐渐的 又更好的利用成为一种管控的方式 对 好那回顾完历史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仪式中去 包括刚才安校妖鼓 还有之前提到的feminine dancer 想请tory老师来具体解读一下 嗯 好的 对 这个也提到了就是安校妖鼓 是对毛泽东时期的一个解读吧 然后我记得我们好像初中什么的 还是小学什么的 学过这篇课文 然后对安校妖鼓 还有刚才我们视频中 对安校妖鼓都有非常多的解读 它可能从一个风俗 然后被附加了这么多的interpretation 然后安校妖鼓里面 就是所有的 所有跳舞的人都非常的高兴 刚才好像有达到他们灿烂的笑容 还是不得 然后 但是呢 这个其实是一种历史的遗忘 因为 嗯 就是 对于 同乡之间 然后还有 class之间的 inequality 一直都是存在的 并且一直都是非常巨大的 然后比如说在农村 嗯 在在饥荒年代 可能就会 饿死很多人 然后但是对这段历史 它是失忆的 然后要present through people as very happy very supportive of revolution 然后 我记得刚才有一幕 还是从安校妖鼓 转到社会主义行的 这么一个 截图 所以就是 感觉它 represent这个毛泽东时期的时候 是有非常多的 technique 然后用来control 然后看让人们 present了什么样的image 然后我们对 对于那段的历史 就会有怎么样的解读 嗯 然后minimized 还有一个点 就是minimized gender difference 就是很多 比如说有男女 一起跳舞的时候呢 就是 他们都 我记得 文中作者提到的 说女的全部都会剪成短发 然后就和 现在的一些舞蹈 很不一样 然后就会minimized 这种性别的差异 然后来代表 那个时候对于 性别平等的一种追求 然后男女跳舞的话 它不是一种 非常romantic的 这么一种舞蹈 而是说是一种 革命情谊 就是一起表达 对于社会主义的支持 一起表 一起跳舞 然后表达 对于建设 什么祖国的热情 等等等等 然后他们之间的这种 desire和attraction 就变得没有的那么 没有那么被highlight 然后在represent 比如说邓小平 这个时候 给他开放的时候 然后那我 然后这个focus就 rifts from阶级 to 性别 然后 这个时候就是 大家穿的 比如说那些 female dancer 穿的裙子 都是非常的exotic 非常有抑郁风情的 然后这个 这样的话 就隐藏了 到底这看 就是看这个 到底是什么阶级 穿的裙子 到底是富人 还是穷人的 这种一个提示吧 然后 然后 其实这个背后的idea 就是 trafficking femininity in the double bind of new exploitation compromised freedom secured the smooth transition 就是从 之前比较明确的 就是所谓的 男女平等 女性撑起半边天 这样的idea 然后转到一种 现在非常矛盾的 比如说一边要让你 参加工作 一边又要让你 生孩子 等等等等的 这么的一个 transition 就是new exploitation 新的 新的 剥削 然后还有 compromised freedom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来保证 社会主义的 对到资本主义 经济的转型 这样的话 我们既有劳动力 然后又能保证 有人能在家 生孩子 然后保持人口 labor force 然后最后呢 就是 江泽民时期 就稍微 recent一点的话 很多 就是 他的 表现形式 是很多 年轻男子 然后这些年轻男子呢 就是 他们非常有 活力的跳舞 然后表现 他们的masculinity 然后这样的 masculinity 也代表着 中国的这种image 就是非常有活力 非常有阳刚之气 的一个state 然后他是从什么 克服了种种困难 然后从 从从从 从封建主义 然后到了现在的 新时代 然后我们非常开心的 迎接 什么 ccp的同志 这样子的一个image 然后 当有 female performer 的时候 就是当女性开始 perform的时候 然后非常 非常非常 有趣的 就是他们的 身高和体型 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不知道 从哪里 显得这么多 长得差不多的 女性 然后highly standardized 然后衣服 多妆啊 什么的 就看起来是 羽毛一样的 然后就是 identical body shape and sizes 所以通过这样 两性的展示 然后两性 所表达的不同意义 然后来 我们来看 就是 这种 新时代性别 之间的关系 也是 是的 然后 书中 有一张插图 我也印象很深刻 就是 阅兵时的 那个女兵 每一个人的 就是 身高体型 都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 就是 迈开腿的 那个角度 都是一模一样的 看到的时候 还挺震惊的 然后 这个是刚才 阅兵仪式的 一个截图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就是从一个 中国社会的缩影 和他想要portrait的 这个temporal的 这个 这个历史 就像中国 他们想要被理解的那样 就是从 开天辟地 一直到最后的 为祖国 献舞 这样那种 女性为祖国 献舞的 这样一种 这种体现 那接下来就 让Terry老师 再 就是 更进一步 解读一下 这个仪式中的 这些 gender rhetoric 就是 作者还 二个的一点 就是 这些所有的仪式中 有一些 hidden sexual linkage 比如说 比如说 很多时候 是男女一起伴舞 然后或者是 同一个性别 所有的是女的 然后一起跳一些 很发布性的舞 或者是一些 所谓的 展现阳刚之气的 男性跳的舞蹈 然后这些的背后 其实都是 heteronormativity的展现 就是异性恋的 这个视角 然后男女要 比如说 一起跳舞的时候 要男女搭配 然后这样子 男的自然会 配一个女的舞伴 这样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后是还一个 heteronormativity 然后不管是在 旧社会 不是旧社会 就是在共产主义的时候 还是在 现在 represent现在的时候 它这个 heteronormativity 一直都是存在的 这也是我们一开始 提到的一个 很重要的点 然后 对于这个 the public staging of personal intimacy is not just symbolic but also biopolitically consequential 就是说这种 对于 人们感情之间的 这种展示 比如说这种 heteronormative pairing 这种男女 这样搭配的例子 它不仅仅是一个 single 它不仅仅是一个 比如说 这个ritual的一种形式 而是说 它在 它translate到 actual policy和actual control biopolitical power的话 它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比如说 heteronormative的 一些思想 肯定就会translate 成为 就是核心家庭 很重要 还有说要鼓励 什么 送欲比较高质量的 下一代 等等等等的 一些诉求 所以它是 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们通过这些 我们通过解释 这个rature 仪式上面的 一些single 然后 要体会到 它的 它背后的重要性 对 所以大家不知道 好不好 其实为什么 仪式要如此强调 性别的这些符号呢 就是 下面想让 老师再讲一下 它背后的深层的含义 嗯 就是 它这个性别 其实是 我记得 我忘记是在这本书 还是在其他的书中 性别经常在crisis的时候 就是在国家处于 危机 或者是出于一种很难 用其他方式解释的时候 然后性别 这个时候就 显示出来它的作用了 比如说六四事件之后呢 就是虽然杀了很多人 然后 但是这个时候就会 非常着重强调 这种children mother 就是它通过 好像是那个仪式里面 集体 大家集体唱的一首歌里面 说什么祖国母亲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就是 要white war 这种violence 然后来通过这种比喻 比如说祖国是你的祖国母亲 然后我们都是这个祖国母亲的孩子 然后当然孩子要爱母亲 然后也不能说 嗯 母亲是非常非常慈祥的 然后母亲肯定是为孩子好的 这么 这么想起来的一块 一大串的connotation 然后来imply state和individual之间 应该有的关系 然后呢 对 就像 就像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地球称为母亲啊 或者是把一些 啊 祖国母亲 这个 这个 这两个词 我觉得就非常自然的联系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从小到大 我们的教育啊 还是什么的 都会用这个 所谓的母亲的这种figure 然后来 呃 形容 形容 形容我们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对 然后像June提到的 在chat里面提到的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说 这种female dancer 他表现的是一种femininity 对于 然后和国家形成一种对比 国家是一个非常masculine 非常有阳刚之气的 这么一个政体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祖国的这个概念 和比如说政权的这个概念 它其实两种 祖国的话 它作为一种比较abstract 比较ideological的概念 它是一种 以一种motherly的方式呈现的 就是非常温柔 非常caring 然后非常慈祥等等等等 然后呢 state它作为一个政治体系 它有它自己的军队 它有一些非常强 就是强势的measure 然后来管控人民 然后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911之后 美国可能就会觉得 自己在保护 他们的公民 受到恐怖主义的侵害 然后这个时候 它就作为一种father的形象出现 就是说它是一个很严格 很fatherly的形象 很有authority 然后以及在covid的时候 比如说就把大家都隔离在家 那这个时候肯定也是 more of a father instead of a mother 就是落实到整个政权的话 它就要强调自己 阳刚之气的这个形象 然后强调自己 paternalistic 对于 对于 对于孩子的保护 然后来justify 它的一些power 所以 对 谢谢 中在这里的 补充 然后对 这也是到 联系到最后一点 就是说 female dancer 就是他们通过展现 自己的femininity 然后来硬称出祖国 就是ccp 应该说ccp和祖国 其实本来是两种概念 但是它在 它这个可能 ccp就更让人联系到一种fatherly figure 然后就是very masculine 然后它是我们这些female dancer 代表的是所有人民 然后我们就subordinate 就是subordinate to这个very powerful father 然后versus我们想到祖国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到一个very caring 然后我们应该爱祖国 然后但其实祖国和ccp 这个这个联系 ccp也有很多 啊 techniques 就把这两个混淆 所以说 他也是这个这个我们individual 和states的关系是一个非常 真的的 啊 grater 对 对 嗯 那最后我们来提一下 gender and sexuality 来结束我们关于这一章的讨论 嗯 对这个也更好 link到下一章我们对于非常勿扰的讨论 这个translation到了1980年之后 也就是我们现在更能relief的一个阶段 就是啊 对于 gender的ideal 它就是变化了 像像像之前可能是强调 比如说啊 劳动或者强调比较啊 就是based on体力的这种养刚之息 但是现在比如说你说我在创业 这个business man 然后这个就会被认为是一个normative masculinity 就是所谓的嗯 hegemonic masculinity 我们在第一期的啊 第三节吧好像是也提到了 就是hegemonic masculinity是怎么被建立起来 以及他为什么是啊 normative和hegemonic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你的经济能力就会被认为是一种marker of masculinity 然后呢作为女性的话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有更多更contradictory rules 就是很多矛盾的你一边要求他你take care of children 然后一边呢又要你对这个子国的经济做出贡献 嗯所以会有很多不一样的expectation 然后刚才总结的也是就是sexuality begin as a new political vector 就是在毛泽东时期的话 他可能只是punish一些同性的行为 但是啊后来的话就把它并理化 其实这个趋势并理化这个趋势我们又可以联想到 比如说上期啊第五节讲到的辅课就是homosexuality是怎么became a species 就是他通过这种medical discourse 然后变成了一种不同的group 然后在这种group其实也是我们就第三点第四点 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group他自己逐渐了有越来越大 然后有自己的legitimacy 然后可以用这个来啊有自己的culture 有自己的mobilization 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如果作为一个性少女群体 就可以以这个争吻然后一起来组织一些collective的活动 对然后这个homosexuality sexuality and in general 就是他的性质有很多不同的转变 所以然后 building upon the newly constructed identity of homosexuality heteronormativity and bamorphic gender configuration constitute and reinforce each other to secure the position of the bourgeois family matrix as the impeccable entry for new liberal society 就是说这种关于homosexuality的管控啊 然后以及对于heteronormativity的强调 还有对于性别就是两元化的性别的这么一个分化 就是这个其实也是judice buckler的概念 就是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heterosexual matrix 来建造一种啊稳定的nuclear family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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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的基础就是family as a unit of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family就是一个小的社会 然后你只有通过建立一个一个就是非常和谐的family 然后我们才会有一个和谐的社会 就是这么一些idea 谢谢tory老师的提醒讲解 然后时间关系我们就把问题和讨论环节挪到最后 然后先开始第二章的讨论 第二章的重点就是《非诚勿扰》这个节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因为我自己是对节目没有什么了解的 请tory老师开始 对这个第二章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就可以稍微过得快一点 我尽量就是第二章强调的主要是public culture 就是《非诚勿扰》是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节目 尤其是在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 感觉是什么五年前十年前 当时《非诚勿扰》非常的流行 然后他作为一个public culture的symbol 然后作者以这个来作为一个case study 以小见大的分析love在新自由主义的语境下 是怎么被what are the expectations 然后比如说他的guiding questions 就包括what are the major themes of love love的主题 然后love是怎么被represented 它是怎么被展现的 然后以及更深的问题 其实是这样展现love的话 它有什么作用 它不仅是说love是怎么怎么样的 而是说它背后对国家对于这个ccp 然后对于social transformation有着怎么样的作用 所以呢 就是love的话 然后《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节目 然后它的背后是 它这个非常发达的这个love industry 它作为一种 有点像也跟不太是真人秀吧 但是就是感觉就是把dating作为一种 或者personal relationship作为一种节目来看 我记得有一些什么调解夫妻之间关系的节目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 I don't know 就是各种找对象什么的 这都觉得成为了一种industry 就是可以manufacture 然后很多电视台可以仿造 对谢谢爱情保卫战 以及什么一些general的节目 甚至也会出现很多love的drama 什么一巴一巴黄金眼 blah blah 然后都是把这个作为一种consumption 作为一种很好看的consumer good 对然后对于state来说 对于国家来说呢 其实这个love就是个人之间的爱情 比如说你展现 展现什么爱情保卫战这种 是一个对于国家来说 是一个很安全的safe zone 因为它不牵扯到比如说阶级斗争啊 或者是政权的一些问题 然后它指大家都被 比如说两性之间的关系 这个男的怎么怎么样 然后这个女的怎么怎么样的 这些吸引 然后就不会想到就是国家 或者是它的brother implication of social inequality的存在 对所以that's why 它通过only if you are the one 就是非诚勿扰这个节目 然后来untangle它背后的logic 那我们在讨论这个节目本身之前 也是像上一章节一样 很快的来让Terry老师讲解一下 这一章用到的一些研究方法吧 是的 它上一章focus上时间线 就是看历史是怎么被represented 被写成一个narrative 然后被放在一个仪式里面 相当于packet 然后这个它更多的是social political social special sorry social special呢 它比如说social它强调 就是和男女之间 然后different class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之间的关系 然后还有它反映了什么样的social inequality 然后spatial呢 它在最后一个最后一块尤其强调的 就是说其实这个非诚勿扰 它在海外也有 就是它transcend了一些national states的boundary 然后它是一个比如说所有的华人 它可能都可以by into这个节目 然后它通过这样的方式 通过这样的government的方式 它把它就是 它有一个detail 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 就是它要先 有伊林的话怎么讲 我记得伊林有一个非常精确的描述 就是伊林要不要说一下 它先抹除这之间的boundary 然后它再重新define这个boundary 什么然后再重建这个boundary something like that 对对是的 所以就是变成了一种transnational的东西 因为因为不管是love呀 还是neoliberalism 还是这种背后的industry 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 它是就是一个global的phanomena 它是interconnected with transnational processes of capitalism这样子的 所以它通过这个来看 global network of capital and unpack the difference making machinery of the entire global network of capital 这个我们待会也会讲到 在讨论这个章节的最后一个部分的时候 好的那我们现在先来看 一小段节目内容 可能是职业的关系 二 祝真方 我觉得他给不了我祝豪宅的梦想 人家还没 一个短片没看 人家什么都没介绍 你凭什么 他有可能是李嘉诚家 什么清洗有可能的 首先我要看一下的话 就是说感觉他没有魄力 成不了 就是说没有什么大气 魄力如果你说第一面的话 就是说有没有魄力的话 我觉得男生出场应该是对各位现场的女嘉宾尊重是吧 所以说我不能那么大的气场来来来这个地方 如果你觉得如果你想做好家的话可以不选我真的我也不需要你 谢谢 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不是每一个女嘉宾对你 你倒回应的 也有人 每个人说话 他都是谢谢 谢谢 这是一种选择 当然 针锋相对也是一个你可以采取的方式 圆圆 我感觉他是个很诚实的人 而先看起来比较的内敛 所以 让托尔老师简单讲一下爱是如何在被新自由主义用作一种工具的 是的 这里我觉得非常要强调的是工具 这个就是它是一种非常 instrumental instrumentalized 就是它被实用性的一种 然后比如说love is framed as a manageable and unpertainable item that is either within our reach or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depending how we deploy our calculus 比如说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怎么回应女嘉宾 就像刚才展现的或者怎么出场 然后或者怎么打扮自己 或者介绍自己关于哪些方面 关于自己的这个背景 然后来看女嘉宾到底喜不喜欢这样 然后如果喜欢的话 那你就牵手成功 你就可以得到optain这个love 然后你如果比如说穿的拉拉擦擦 然后通过manage自己的形象 没有好好manage自己的形象的话 那你可能就得不到的这个love 然后它就非常 它就变成了一种 你可以通过 你可以通过努力 然后通过manage自己 通过改变自己来得到的一种东西 然后这个本身就非常的problematic 当然 然后这个 structure of gender class and sexuality under the state's temporal management and help the re-solidify the Chinese nation states from a polarized disarray for love lies the uniform entity 这个讲的大概也就是 就是通过love的这种 然后虽然有很多 有很多inconsistency 不管是在时间上 还是说在 between不同的social class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它都有很多tension 它都有很多的 通促conflict 但是呢通过love这种东西 就比如说 love是一个 就不管是 其实不管是中国 还是在西方的国家 就是love这个词 它被用作了很多 政治方面的诉求 比如说同性婚姻的一个口号 就是love is love 然后虽然love is love 它听起来本身 它没有什么含义 但是它联系到背后 就是说到底什么是love 然后what kind of love is real love 的这种 这种联想 然后看 通过这种来 把这些political conflict 呈现出来一种 非常和谐的方式 非常美好的方式 就连比如说love is love 它背后呈现的也是 比如说几百年 同性之间的构争 但是你如果用love 一个色的就来包装好的话 那它其实是一个 很powerful的概念 也是一个很好用的tool 那echo一下 刚才那个视频片段 就会发现 这节目中也有很多 对于男性女性性别 不同的要求 包括书中也提到了 什么样的男嘉宾 是最受欢迎的一种类型 包括这个很有名的quote 我们没有看过 节目的人可能都有 有所耳闻 我们现在是先播放一下 这一片段 时间关系就不播了吧 反正这个quote 大家也都知道 二叔能想 那想tory老师能讲解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 嗯好的 我觉得 这个也是 一种gender relation 比如说 刚才我们看到的 说想要住豪宅 然后说觉得 他的气场不够强大 那么他想要的就是 business 方面successful 然后并且有这种 领袖气质 所谓hegemonic masculinity 的一种男性的ideal 然后你最好是 比如说是创业的 或者是什么李嘉诚的 李嘉诚的后代 这种非常有business acumen 这种是男性的ideal 也是masculinity的ideal 然后但是与此同时呢 就是他男性嘉宾 一般播放了很长的一段 就是introduction video 在每次走出来之前 然后女性呢 那那一般就是一个男性 面对很多女性 然后那那看的主要 还是就是身体方面的 一些standard 比如说你是不是 足够瘦啊 或者你高不高啊 你漂不漂亮啊 这样 这其实对于女性 也是一种非常明显的物化 虽然说他把选择权 交给了女性的手里 但是其实在这种 展现的方式中 还是无可避免的物化的女性 然后 对然后这个 这个很少被人注意到 大家都非常津津乐道 看这个节目 然后更多的被注意到的是 对女性对于男嘉宾的要求 比如说这个 非常的 女性嘉宾被指责非常的拜金 就是说你 宁愿坐在宝马车里 不幸福 你也不想 嫁给一个穷人 等等 这样的概念 然后这背后反映出来 就是社会可能会指责女性 太拜金 然后会选 只选择什么 不好 去嫁 然后但是其实呢 这个拜金背后的肯定反映的是 social inequality的存在 你如果没有贫富差距的话 那拜金就 肯定是无从谈起 然后他 你通过指责女性 把女性作为这个victim 然后你就掩盖了 就是谁一开始创造了这种equality 以及equality 它的影响 等等 对 然后对 被道德化 然后说是女性的错 你不应该这么 拜金等等 都冷的 然后 然后 然后其实这种 然后女性的话 她非常 就像刚才我们也提到 她非常contradictory 你一边要求她什么 一边要求她 你不能说太傻 就像那个chapter里提到的 你好像说要成绩还是挺好的 你还是要接受教育的 也不是说你应该完全就是 是一个工具这样子的 但是同时呢 你又能够就是上得了 清糖 下得了厨房 对吧 那个怎么说的 然后就是感觉你有一个非常 非常double的rule 有个方式非常contradictory 你又要优秀 但是又要不能太优秀 然后呢 就这种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有这样的现象吧 就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 嗯 它都是一个free market的要求 因为你 既要求 因为你reproduction的rule 肯定是 inavitably fall into women's the fear 然后呢 从与此同时 women它作为labor force 你又不能说把一半的人口都 让他们在家里 然后那 那那那谁来就是 主要生产 谁来发展经济等等 所以说女性在这个时候 就担任了双重的责任 嗯 所以它是一个global的现象 然后从通过分析这个男性和女性的这个ideal 真的的ideal呢 然后作者就提出了他自己的概念 就是home patriarchal love 他defined的是a normative form of intimacy combined by heteronormative relationship and possession of financial good private property in particular 就是首先它是一种异性恋的relationship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异性恋的relationship 的等等等等 特征 然后在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context下 你要你这个又必须 你这个love是based on你的物质基础 你一定要有比如说自己的自己的房子 有车有房 这个才成为就是你能嫁出去 或者是你去等等的一些标准 然后你如果没有这些物质基础呢 你就你就你就don't deserve love 就是love跟你就可能就没有关系了 然后只有拥有这些物质基础 拥有这些私人财产 然后并且adhere to 这些gendered ideal的人才配拥有love 才是lovable and love able 然后这一张同时还提到了 就是国家在这些节目背后一些控制 就是很 我当时读到时候也很震惊的 就这个黄女士居然是有党效背景的 所以相信tory简单讲解一下state在这个节目方面的love instagram里面的作用 是的 就是state一直也是这个作者关注的一个内容 在上一章我们也讲state and gender之间的关系 然后国家 虽然看起来这个是一个娱乐节目 然后政府也没有太干预 即使当时提出一些比较所谓的拜金的idea 受到批评以后 好像政府也有介入就是 直播什么让农民工有一些专题的节目啊 然后等等也有管控一些 但是呢他就请了一个情感导师 这个黄女士 我不知道他叫黄什么 然后作为作为作为除了那几个comment主持人之外 其他的导师中的一个 然后这个就反映了state intervention into how we make sense of love 然后所以呢这种通过 通过the triangulation of gender sexuality and class 然后通过这种difference making machinery 然后party state cct 他又可以维持说 他表面上说 我是一个所谓的 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同时呢 他就是说 又可以用capitalism就是market value的方式来真正的运作 就是the draw和de facto之间的区别 对 然后啊 这一章的最后还提到了《非诚勿扰》 也有一些 请海外嘉宾 或者外国人的一些特殊节目 然后感觉这里也跟tory老师的专业研究很有关系 所以相信tory老师讲一下 简单讲一下这方面的 来结束我们关于这一章节的讨论 这个这一章其实是非常packed的 因为作者讲了很多different ideas 所以我只能bristly go over 随便一下 比如说他在海外场 那基本上所有的西方人呢都是白人 白人男性 然后就把这个mode引进到西方的时候 然后那这个其实就就就reinforce了 就是比如说我们家长那一代说到说到说到外国人 说到西方可能就是第一项反映的是白人 然后这个是非常racialized的 然后这个ideal 然后你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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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 color 的的话 那就是beam的 unattractive 就是not lovable 或者是对就是不配进入这个市场 event 然后他有的时候还是会开一些外华人专场 然后外华人专场就是一些比较所谓的成功 成功男士在各个国家 然后也是有点像那个在国内的ideal 你一般是感觉同伤的比较多吧 然后你要符合的这些ideal 然后你通 然后state通过这些 state通过这些special episodes 就是海外的这个节目 然后他其实在rescale national boundaries 比如说他连接了世界上所有的华人 那你华人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 他都要adher出这种 love land 他对于love的一些要求和对于love的这个语境 然后以及你比如说海外华人把他们介绍到这个节目里 然后配对成功 然后他就可以就是联系更多的外华人加入他的这个社会主义的建设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 然后这个也反映了就是chinese diaspora 就是海外华人的一些在国外的生存状况把他讲了很多 就是在比如说在美国在加拿大这种地方就是中国人会被认为是白人 白人底下的一个hierarchy就是superior to black and latino的这么一个地位 然后model minority啊等等等等 然后但是呢at the same time chinese会被认为是永远的foreigner 就是感觉你似乎在很多研究中好像就表明就是比如说black和latino 你一旦比如说移民过来了 你就有会有比较强的national identification 就是你可能会自己就觉得你是啊就是美国的一部分啊等等等等 然后但是作为中国人呢 我觉得这个chinese呢还是非常distinct的很多研究表明 比如说即使你成了移民即使你变成了公民啊等等等等 就是你还是你的这个你的这个特征 你的最defining的character还是你的这种language 就是你的ethnicity instead of your nationality 就是它跟其他种子的一些现状的区别 对呃当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回去读这张 我觉得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我就只能把这张一下说成几分钟的overview了 好的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五张关于丹美文化的一些讨论 呃也是先首先让头尔老师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作者在这张里用到的一些研究方法 嗯嗯然后这张提到更多提到的是丹美 所以他这个clear的lens就更多了一点啊 因为其他前两张讲的肯定还是heteronormative的一些啊 例子所以说这个他就啊 这里采用的是queer marxist approach queer marxist approach 感觉就是结合了啊 马特斯主义的一些思想用来分析lgbt 比如说啊之前有人觉得就是啊 因为有了资本主义这个lgbt才成 可以可能成为一个如果你没有资本主义 如果你还是嗯就是在封建社会跟你的家庭住在一起 没有你独立的啊生存空间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发展这个alternative sexuality等等 就是看啊比如说物质基础啊 还有一些material arrangement是怎么决定queer identity的发展 啊然后之后呢就是啊他denaturalization chineseness and queerness 就是这两个概念他要interrogate into这两个概念 到底什么是chineseness以及到底什么是queerness 就是这是怎么被constructed的 然后这两个概念当放在一起的时候 他不仅仅是chineses queer仅仅是这样adictive的方式 就像啊intersectionality的逻辑 我说黑人然后女性放在一起不等于黑人加女性 但是而是说从质的方面直接转化了他的个人的experience 就是你的gender是ritualized 同时你的rits是gendered的的 所以说啊chineseness和queerness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chineseness呢你把中国铺儿放在一起啊 从表面上其实好像没有什么特殊 但是背后我们都有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all the struggles and all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chinese queer 这是很难讲清楚 所以对他说的是这么一种逻辑 然后他的他的概念question其中包括 how is love formed and formulated in 单美 就是单美是怎么formulated这种爱情的 然后还有比如说how do we interpret these specific forms and formulations of love in the context of neoliberalization in china and transnationality how do we account for the political value and social consequence of 单美 就是一样的就是前两章也是 它不仅仅这个现象存在 而是说我们要interrogate它背后的这个 social consequence 对国家的同志以及对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implication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clearness reproduced by self-described feminist to dissect the embedded functioning of the machinery 就是单美这个现象存在它也就是特殊的 what can we learn from it 就是比如说它是一种抗外现象 那我们可以take什么lesson learnt 然后对centered on these questions 然后这个chapter呢就试图也是像其他两个chapter一样 它试图找出这个power operator中的inconsistency 这种gaps这种feature 这种pension 然后去focus on这些inconsistent的地方 focus on这些pension 然后来看我们可以怎么样 can may lead to substantive change in the neoliberal system in the long run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dismantle这个system 然后来做一些long 就是有lasting impact social change 可以理解为是前两章就是 中国或者这个loveland 怎么样去改变我们的话语体系 然后从我们就是剥夺我们的一些表达自己的一些手法 然后这一张角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夺回 我们曾经属于我们的一些话语体系 或者我们从怎么样creative的重新建立一些话语体系 来帮助我们表达自己的感情是这样 对是的 所以我们也跳过了第三第四chapter 因为这个讲的感觉更多的的logic 更多的像第一章第二章 因为就是看loveland是怎么operate 然后这章可能更多的是就是有什么样的alternative 以及在这个loveland的operation的情况下有什么可能的resistance 虽然当然妇女本身还有这种单美文化自己有很多 他的limitation待会我们也会讲到 那么为什么这样呃 resistance一种方式会以单美文化的形式来呈现呢 想让tory老师来讲解一下 嗯是的对 我自己本身对单美这个不是特别的有personal experience 但是根据作者来说呢 就是有一部分婦女她是觉得比如说这个啊 在两个男孩之间的爱情是非常纯真的非常纯洁的 然后是something pure and sublime 然后他和heterocytral love是不一样的heterocytral love 就像我们刚才在《非诚勿扰》里面讲到的 他可能被比如说物质主义呃污染 然后他可能被各种社会的因素colluted 但是呢这个同性之间的爱情 或者说男性之间的爱情 就是different from heterocytral love 所以啊 which I mean 我不能personally relate 但是这是一个source of pleasure 但是啊 然后第二个的话 他有些人可能是像就是学电影的 应该知道就是就是偷窥是一种 就是电影学里面啊 偷窥 当然这个词听起来有点贬义 但是偷窥是一种psychoanalytical的 啊一种乐趣 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别人在做什么 然后很多电影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现啊 然后通过对于对于男性生活的这种所谓的偷窥啊 然后并且能够manipulate你的你底下的男性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或者喜欢谁 然后可以控制男性的身体 控制他们的desire which 这个在平常生活中肯定是做不到的 肯定是相反的 啊 所以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也是一种乐趣 你可以控制你的人物 然后嗯 我不知道 可能有点像什么养疼 我不知道 我personally 没有什么experience 啊 对 然后这是different sources of pleasure 作者讲 然后他又 但是同时呢 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一直是男性之间的感情 what about 女性之间的感情 就是虽然是单美 那那同性恋的话呢 是不是应该都一样 但是很多妇女 她可能并对百合没有太大的兴趣 甚至在这个chapter里面可能提到的 还是啊 对对对对女同性恋可能有一些一定的排斥 甚至 然后就是他这个gender是非常 asymmetrical的 就是对男性的兴趣肯定比较多过对女性之间的这个兴趣的 但是啊 女性吧 然后啊 感觉男性也不怎么会创作关于自己和另外一个男的或者是百合文 我没怎么见过 所以啊 他非常gender不管从创作的角度还是从内容 啊 然后呢 在这个情况下呢 homosexuality 他就是pureify love 他sexuality 在这个在在这个context的下 他就serve to purify love 然后love 他被赋予了太多的含义 比如说他被state控制啊 被啊 有这么多in equality啊等等 我们在第一章第二章讲的可能大家也觉得这有点不好 然后呢 嗯 那就通过单美来创造出一种这种乌托邦的感觉 然后来pureify这种被污染 所谓的被污染的love 然后啊 那其实也是很creative的哈 然后我们接下来可以 继续dive into他的implication等等 哦 就像呃 这张里作者很呃 一直在举一个蓝语的例子 不知道呃 大家有没有看过 然后我们可以先讲一下单美文化的implication 然后再以limate一些他的一些limitations 来结束这一张的讨论 嗯 所以他他其实这个作者他肯定是分成pros and cons 他discuss了就是这个比较radical 或者resistance方面的呃 单美的意义 比如说呢 蓝语他通过分析蓝语的这个故事 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 所以不是很熟悉 但是好像主人公呃 主人公一个是一个比较有社会地位 一个比较有精子地位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呃什么大大学生呃 呃刚刚毕业的那种大学生比较有理想的那种 然后他们之间的爱情 所以呃 其实也是一种anti-capitalist narrative 因为不这个情况下不一定就是最有capital 比如说在异性恋中你有宝马车 或者是有豪宅 你就一定能取胜的这么一个relationship 所以呃 然后很多人可能很多创作者可能也会认为 describe自己是呃 女性主义者 然后有一些feminist consciousness 她的安比如说anti-capitalism 和很多呃女性主义 她是有同合的 但是呢 嗯 这个她她的这种对于anti-capitalist narrative 其实有的时候比较naive 因为因为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想象了两个男性就是 比如说一个是一个是什么特别有钱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职场小白 然后你比如说 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些关系 然后就走就 happy forever after 然后这个但是在现实的情况下 比如说你两个人如果经济条件差的特别多的话 啊如果从不同的class第一是很难遇到 第二是很难产生像书中说的这样的 pure的爱情故事 所以呢 这个而且imagine the love relation doesn't allevate dilemma in reality 这些妇女自己作为女性 她们在现实中就要面对的问题 啊也是通过就是比如说 imagine男男之间的关系是无法解决的 啊然后呢第三点就是 但是他create alternative space 然后确实是让大家imagine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然后比如说有些就有些不同的公的和瘦的类型啊 然后就公不一定是那个最 啊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公 然后可能是比较比较傲娇或者是whatever的 就是没有传统的男性气质的那种 然后反而就是 好像是 经常提到一个叫什么floral 就花美男这个词 对对 对就而且感觉就有一点点feminine的气质 你长得好看啊 然后等等这些传统用来可能用来形容女性的 啊一些特质被加到男性身上 所以他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他还是disrupt了这个hepernormative gender system 因为hepernormative gender system的premise 他肯定是二元化的性别分离 然后男性要有男性的气概 女性要有女性气质 然后这两个pair up在一起 然后就啊是这个matrix的建造 但是他这个就disrupt了这个 这个system的stability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对 好的 那最后就是呃 单位文化有什么limitation呢 然后呃 作者也举到提到了一些 所以老师来讲解读一下 对其实有很多limitation的 首先呢就是呃 比如说他overlook了很多brother system the self inequality 比如说像很多 就像《非诚勿扰》一样吧 就是如果你想把 主要重点放在了爱情身上 那你可能就可能不会focus too much on 比如说啊 嗯就是呃就是成乡之间的 equality which is what the author is really concerned with 然后比如说你就很少会有嗯 这个一个农民工和一个大老板的爱情故事 就是这样子的equality他就不会explore 然后呢 呃可能也不会觉得阶级的不平等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反而说呃 比如说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然后呃 爱上了一个没有那么有钱的 那这个可能也也很美好 然后呢那那阶级的差异 也就doesn't really matter 所以他endorsing normative queerness 就是啊 endorsing这种比较我们想到queer 首先展现的形象可能会是比如说 middle class 然后他either是white 或者是 i mean in chinese in china 他可能是一个someone lives in big city 然后 嗯 然后他有一定的文化等等等等的 然后reinforce的这种形象 嗯 然后呢 第二个 第二点呢就是他说 home patriarchal love is disassembled and reassembled into a homopatriarchal version 嗯 that reinforces the neoliberal run by endorsing its masculine bushua metrics 就是也像刚才谈到的一样就是 fundamentally 他还是没有确实challenge这个 嗯 比如说 嗯 就是 整个我们的世界观是以男性为中心 然后是以比如说 if我们by default 这种资本主义的逻辑 然后by default 是middle class 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新自由主义 嗯 正体下所产生的这种what is normative what is what is what is normal what is not 的这种体系 嗯 然后 然后 然后刚才我记得 人在chats中也提出就是说很多时候他其实也是会mapping就是forrow from heterosexual relationship 就是就是比如说有公有寿 继续很多还是有公有寿的就是一个是这个penetration的角色 然后一个是being penetrated的角色不管是你是男还是女 然后他都有一个强弱这么的一个binary的分类的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比较hypernovative的逻辑或者比如说有一方比较像女的有一方更阳刚等等等等他还是你还是可以看出来很多相同的逻辑被移植到了这些单位文化上所以他只是把可能主角的性别换了有的时候但是但是你如果把性别换过来换成一个女的你可能读着也没有太大的违和感所以这样的话如果是这种的话呢也确实没有fundamentally challenge 就是这个背后的这个逻辑的这种逻辑 啊这种在之后的讨论中也可以联系到百合文或者女童社群中的文化来谈一下比如说中产化精英化这类的问题啊那接下来因为时间关系就请tory老师做一下总结吧 所以我们这个讨论的内容非常多非常heavy 不知道大家对目前为止有什么less learn 或者是觉得比较重要的take away 但是呢作者在他的conclusion里面给我们解决了三点啊 第一个呢就是他强调了这个difference making machinery 然后就是他看从社会的转折 比如说社会主义到自分主义的这个转折看difference making machinery是怎么operate的 还是how is it gendered class and sexualized and of course ritualized to produce oppositional relationships 比如说男versus女 然后有豪宅的versus没有豪宅的 然后这些很多oppositional relationships 然后thereby constraining our effective potentials and undercutting our will to preserve the status 然后通过这种对立的关系 就像hats for normativity一样 那我们我们的想象空间啊以及我们的情感的这种可能都会受到限制 这种语境的限制 然后可能会很难challenge这种fundamental的逻辑 因为如果它是inherently different 它是inherently oppositional的话 那就是有点像异性相细这种就很难challenge 然后第二点呢他说的是 关于它是怎么create intricate networks that extends beyond and reinforce nation state boundaries 这个也是我们在第二章节最后讨论的就是它这个 它这个power它不仅仅局限于这个 所谓的就是formal的国境线的这个范围之内 而是呢它是和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power operational power是联系起来的 然后它提到了permissive biopower that runs horizontally on one hand and also totalizing sovereign power that functions in a vertical top down fashion on the other hand 这个其实是非常福克的一个概念 就是一方面呢它的biopower是horizontally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它另外一种power就是主权的这种power 它是非常hierarchical 是从flow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的 不像biopower就是对每个人比如说你都要生育或者是鼓励生育 它都是比较horizontal的这种operation 所以这是两种modes of operation复刻一开始identify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这是怎么在中国的语境下被applied 然后第三点就是它 the instrument the dominant group can use to maintain and advance their planetary control as the example of Danme indicates through the polarizing operation of the machinery urban Chinese women practices of gender and sexual diversification to resist and challenge the status hetero-patriarchal role are neutralized and transformed into new tools of gentrif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这个其实也是挺后电的一个概念 因为复科说power is everywhere 你不管是虽然resistance同时也是everywhere 但resistance本身同时也是一种power 就是你比如说单美 你通过resist这种主流的hepernormative的文化 从一方面 但是它本身又reinforced了一种homonormative的概念 比如说每个人都就是中产 然后highly well educated urban的等等这些expectations 所以你在就是对抗这些power的同时呢 自己也会create new forms of exploitation and gentrification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在不管作为activist 还是作为思考怎么去面对这种管控的时候 应该注意的一点 就是自己不要再看自己的行为 是怎么在recreate different forms of control 然后最后呢 那他可能就是就提到了比较recent的概念 就是他在他说covid的这个事情的话 那就是在加强了一种technocratic surveillance 所以他整个这本书讲的可能就是 就是how government how Chinese government work in very general generic terms 所以他就提到了covid的期间 那这种power的control的方式可能也有所变动 比如说扫二维码 扫什么健康的这种 然后通过technology 然后通过这种technology enable一些非常独裁的一些管控 然后这个是每个人都很难逃掉的 你只要有一个什么码 然后就对应了你这个人或者你的指纹 或者你的面容都被录进去一个大的数据库 然后通过这种technology 来管控每一个人 这个可能even more powerful 但比如说 but it 但是同时也是 at the same time using love as a tool as a neoliberal tool 就是这些都是同时存在的 然后这可能是我们更需要警惕的一个困难 在covid的这个context下 所以作者就end with this了 谢谢头儿老师 精彩的也讨论 那我们最后 我们可以open floor了吧 就大家可以随意随意讨论 因为今天的讲座部分已经结束了 然后我看chat里刚才有很多朋友分享了自己 关于同性关系和异性关系 dynamic的一些分享 如果有想开麦的朋友 可以 就chat中发表的 一些观点再重复一遍 哦 因为刚才说 女童喜欢博士姐姐 我想再听Ringo分享一下 你说的那个关于日本的me too 是的 之前一直有在讲语言被污染的话题 所以就讨论这个时候 我想到之前伊藤诗之的事件 就是他是有一个纪录片叫日本之池 然后他自己也写过一本叫黑箱的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然后他在纪录片里就有提到过自己 在被性侵害的那个晚上发现自己无法用日语说出不要 因为不要的日语里已经被污染成了一种 带有一种欲聚还淫 欲聚还淫的色彩 所以他就只当时就只能用英语来说出 chat里面分享异性恋为什么是original的 为什么同性恋这个gender role是模仿 Tory要不要再介绍一下我们第一期的那个 前三前三期的第一季前三期的讨论内容 我觉得这个这个问题非常好 它reminds me of so many things 就是首先对当然是我们第一期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就是heterosexuality变成一种institution被force upon everyone 然后关于他的originality的这个的话 其实Buzzler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解答 他的整个的gender trouble应该都是focus on这个topic的 就是异性恋就是heterosexuality以及gender 甚至就是他有没有一个original的version 然后有没有一个什么essence 然后其他的都是他的模仿 比如说如果说同性恋是在模仿异性恋的话 那是不是就说明同性恋没有那么legitimate 然后异性恋是先有的 然后同性恋是有了异性恋才有同性恋 才在模仿一个更好的东西 这样的一种implication 然后Buzzler basic 他的argument很复杂了 但是他简单的结论大概就是没有什么是original的 确实也不能说比如说同性恋在模仿异性恋 或者异性恋在模仿同性恋 没有什么一开始就是存在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是他附加品 而说就是异性恋作为一种就像 Tritch文章里面分析的说他作为一种institution的存在 他作为一种他也有material basis 他在很早的时期那异性恋可能就是作为一种 focus on reproduction的这种组织形式的话 那他就是他被反复practice 那然后他就仿佛仿佛他是something natural something that is original 他仿佛是有一个essence存在的 但是这个essence其实是一个幻象 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断重复 我们通过不同不断的perform这个gender 然后呢这个originality的这个幻觉才会存在 所以是apps在线 然后就是只有apps才会有appearance of essence 而不是说有一个essence 然后我们来围绕这个essence 然后来进行一些活动 对 所以呢 对所以刚才谈到的这个单美对于 单美确实也不能说在模仿异性恋吧 但是他里面确实有很多异性恋的script 就是我们我们比如说像Ringo就是知道 就是文学创作里面 我们肯定是要有一些basic的script和世界观呀 然后还有一些basic的imagination 然后那这个他肯定是based on what is available in our society and what is most accessible 那这个时候异性恋可能就会被 就是有很多异性恋的这种assumption存在 然后但是这个也不一定是说模仿异性恋本身 而是说就是异性恋 it's so powerful it's so institutional that it shapes our thinking how we imagine a different world 的同时也会 肯定会在我们知道的knowledge的基础上 才能想象 就像我们做的梦很多时候 也都是梦到就是已经存在的东西 而不是说你能梦到一个什么特别different world 的一样 就是它是一个recombination和rearticulation 嗯 random neurophile 是不是嗯 因为还有呃在文章中也提到了恩格斯的那个 就是还有包括neural liberalism需要家庭就是维持在一个家庭的结构 所以异性恋是呃在什么情况下被用作什么工具呢 好在文章里面也说了异性恋是连接中国历史在不同时期fragmented的纽带 所以他是不是在中国和在这个西方视角里面也都被用作不同的被用作不同的目的达到不同目的的一种手段 确实是的我觉得嗯 关于异性恋的这个讨论就是也可以link back to 我们对于呃这个女性和state gender and state那张的讨论就是其实对女性的管控很多时候也是出于异性恋的这个模式 嗯然后比如说女性对于女性的统治那就可以insure这个 reproduction 顺利的进行然后就可以insure这个呃所谓的传承下去 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真的和sexuality是很难分开的啊然后肯定就是古代和现代的hypersexuality他们的context还有表现形式还有等等等等都非常的不一样啊 因为真的本身的概念就很不一样然后desire这个本身也很不一样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异性恋作为一种连接的纽带 然后连接了过去现实这个其实是一个对我在我看来是比较有一点点ahistorical的嫌疑因为异性恋本身它是一种 嗯它是一种historically changing然后它contingent on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social context 它没有一个说嗯就是换古不变的异性恋的模式这么存在然后你如果想 那也可以一些比较political的argument比如说像rich一样嗯那他就有可能是在啊把啊就像把我们现在的解读然后强加到历史上就是用我们现在的概念来解读历史 对这么一种这是我的一些random的想法了好像上一期在第五在第五集讲福科的时候也讲过异性恋就是 是国家管控大家生育机制的一种方式这样大家才可以reproduce才可以制造人口然后人口又是资本主义的呃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套逻辑 对对对是的尤其是在啊在在modern 在福科关心的比如说这个191918几几年之后异性恋练组建作为一种control的方式 但是这个时候异性恋这个概念就非常的distinct 感觉在普代你要是跟一个人说你是异性恋他可能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嗯就是感觉呃他是一个很contextual 的概念 然后本身sacrality不管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作为一个bio political vector of control 就像我们在这个slide提到的也是呃感觉是一个现代的产物 就像在社会主义之后你可能不太分呃这种虽然有流氓罪有防止同性行为 但是异性恋本身他stand out 作为一种species作为一种概念 这样福科说的他还是呃也是一个呃政治和时代的产物吧 呃没有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对这个话题也不是特别了解 我只是突然想到了就是因为人的所有的行为他肯定都是往最有力的方向去选择嘛 呃大家在走的这个选择过程中会有很多很多的歧路和耗损 但是如果他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呃怎么想呢筛选也好或者选择试探也好 如果大家还是选择这样的一种路径的话那是不是会背后有这样的一个呃诉求 其实他还是有这种呃功能性但女童我认识的有一些人他们也会让自己去变成一个男性的那样一个角色 会更有power或者什么之类的这种就是他一是有这种社会的归因啊社会文化 二一个其实可能也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大家其实彼此需求的这种真实需求真实需求才会产生产生结果嘛对吧提供嘛 我就在想到因为对于生儿育女这件事来讲我其实也分析过是异性恋是效率最高化我个人的认知是异性恋是生育来讲是最最效率最高的也包括像有的他是选择了母系 其实是在古代那个年代他对于生育繁衍是不太有利的所以异性恋是最有效的生育的所以也是为什么自古以来的主流文化他是很反对同性恋的 哦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关于efficiency又想到了这本书里面那个关于Adam Smith的引用感觉都联系起来 所以我想on top of this question也提问一下Tory就是关于同性比如说现在同性可能结婚也会生孩子然后相反如果同性不让同性结婚大家可能就也不生孩子了同时就生活在一个比较灰色的地带 那国家就是会不会在这方面做过研究然后又是怎么样去解释比如说女童如果借精子可以生很多孩子这种事实呢 我觉得这都是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但是如果国家比如说鼓励女童借精子生很多孩子的话他可能考虑的是不是那这样的话那男性就irrelevant了 那如果靠精子库就是所有的女性都能达到生育的功能的话那对于国家感觉还是有一些这个idea听起来还是挺危险的哈就是以及我记得这本书还是什么时候还是Ringo提到的 哦我不太记得来源了提到的就是控制就是呃单身女性如果全部都借用什么呃精子库啊还有等等的来能够达到生育的话那这个heterosexual啊relationship这个就很就是积极捧位吧会 嗯尤其好像这个书里应该也提到了就是呃联系我国现状的话还有什么三起码多出三千万单身女性就从维稳的角度考虑也有国家也不会开放单身女性或者女童性恋生育 要让你逃避婚姻和家庭的责任 对我感觉这个社会问题 它不只是女童啊呃你在发现呃女性可以不需要婚姻就立马能生孩子那 他可能变成待遇的一个事了 是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虽然这样听起来某些方面可能更efficient 甚至有更多的呃offspring有更多的孩子在某些程度上来讲 但是这个idea本身带来的威胁可能 哼要要要超过了这个哼哼这一点点呃 耗斯班德卫特曼斯所带来的这个班德卫 感觉维持ideological 的consistency 和啊哼哼 可是非常更重要的一点毕竟你在思想上保持了这种才可以有其他的可以说 真的毕竟我们第三章的讨论就是masculinity 最怕的就是becoming irrelevant 是的是的那样的话可能就大量的单身汉出现就更多的什么圣男 然后那他们可能就会有对国家产生了很多威胁 然后什么无处发泄的 energy 等等 天啊这真的需要untangle就是因为里面有很多不同的measurement 嗯真的是感觉要考虑到各个方面不仅是计算 calculative benefit cost 而且就感觉有非常复杂的考量和ideological 方面的一些 trade-off吧 我看我看群里还有讨论就是模仿异性恋这个概念呢 我感觉我们第一章的那个rich的那个lesbian continuum真的很真的很empowering 就是感觉它反转了就是与其说大家question 为什么去模仿异性恋不如去不如去问就是为什么大家不是生下来都是同性恋这个概念 或者就是有是不是绝大多数女性其实都在lesbian continuum 只有很少一部分女性是用一种顺性别的方式模仿gender role的方式来跟一个顺性别直直男恋爱 就是这个population才应该是比较strict的所以导致比较少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社会体制没有感觉那样的选择是主流呢 感觉这个rich的文章抨击的也很到位 对 雨昕总觉得非常好 而且感觉她在文章中揭露了异性恋种种的暴力行为 然后看为什么在这么problematic的一个制度下大家还都非要坚持异性恋而不是去想一想搞同性恋的可能 比如说感觉她这个是一个political strategy 然后postmodernism的解释感觉就是也是就像我们第三章讨论的这个homo phobia也是 就是你想要建立你自己的heterosexuality你肯定要把homo sexuality作为一种abject作为一种被排斥的东西 你只有通过exclusion只有通过clarify what you are not 然后来通过来通过这种方式来表明who you are 所以感觉这两个概念也是互相离不开的就是在异性恋的建立过程中肯定是要有同性恋的这个spector 这个鬼魂你才可以建立出来一个完整的就是现在的异性恋的概念 有新的问题 为什么要高效的生孩子感觉追求高效生孩子也是资本主义部分 最后导致某种诈局 高效的生孩子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machineries 猫也是的对还有这个difference making machinery就是感觉是一个machine 然后人就是需要去被投入生产 不管是生产孩子还是生产其他的东西 对真的我读第一chapter one 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真的是无论是他是他的鼓励生育 还是说是他的计划生育 他都是在人工的shape一个那个我们高中学的那个geography 就是人口的那个population不同年龄段的 然后来maximize一个将来的group or whatever 真的就呀就离谱我就觉得好 就体制性的真的从人身上榨取不光是劳动力 还榨取生生育能力榨干 非常非常powerful 的governmentality 俗可说的 就是要并且人口学也成为了一种算师 如何研究如何更好的榨取 如何更好的 为power 服务的一种是吧 对我记得上也千赫子也画过一个那个什么图 就是讲什么市场的外部 什么什么nuclear family 是如何给市场供给 劳动力啊淘汰下来的就是老人残疾人什么的 然后就又要回到家庭去被照顾 这些的那些有一张那样的图 而且是政府是蓄意的缺席 然后逼迫一些女性 然后来进行一些家庭内部的劳动 但我读上也千赫子早期的作品 就我就echo一下Tori老师刚才说的就是 他谈论比如说这个跟就男性社会 有多不好不好 然后就停止 就不往下说 哎不如大家都跟女性去谈恋 或者考虑到这个可能性 好像就他就没有再往下讨论 但但他在最近的这个著作里面 又在最后补充了这个judice battler的一些theory 所以就想echo一下就是 哎感觉大家就一般都是说到这个点 就不往下说了 就不说哎那我们搞同性恋 好像就这样的再往下说的就比较少了 真的是 对我觉得家庭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concept look for your family so so important so essential to our discussions 我觉得我之前觉得好多lgbt就不被家长接受 然后家长给出了一个解释也是你你老了之后谁照顾你啊 如果你没有一个你你没有一个家庭的话 所以感觉这个也是如果你政府没有提供这个养老的这个infrastructure 没有fulfill他的responsibility的话 那只能靠nuclear family 然后这样的话也避免了同性恋的存在 然后因为这样的话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善后所谓的怎么养老老了怎么办 这是很多家长的非常切齿的concept感觉 对很多网上都会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最后大家都说哦那就去什么福利什么之类的就是自己要攒钱什么之类的 就很少人这是我第一次在任何不论是网站留言还是怎么样 第一次看到说哦这是因为政府的缺位造成 你下次网上再跟人打架的时候就可以说政府缺位 呀就是真的就是现在也网上会有更多 我觉得会有网上有更多的女生说哦为什么我是一个异性恋就很痛苦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种discussion还是还是逐渐有出来的 然后 在底下有好多人骂说什么 你把女童作为plan b 对对对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对 然后但是也会有很多人就是骂说是一些 就是一些骂一些就是单美啊什么之类的这方面 这感觉就在书里都都有讨论就说他们也 然后就会说哦他们最后还是宠宠着男性啊什么 包括一些直男的一些很糟糕的直男的明星都被被被捧到神坛什么之类的 但是对而他们就不愿意把这份经历放到女性身上 所以就yeah anyway i lost my turn 可以再解释一下群里的 首先这个讨论计划生育好像在书里也有讨论过计划生育 然后再讲一下人类的最终最终方条不是死亡 那过程是不是觉得是比较过程的一个东西 这个敲问灵魂的敲问 这个philosophical 感觉是历代哲学家追求的 我 社会学方面有什么discourse人类的最终方向 我觉得社会学不太关心最终方向 过程社会学是比较过程的一个东西 这个感觉是一个aftract question 这个如果真的有一个答案的话 也挺恐怖的吧 就是已经一个学科已经定了人类的最终发展方向了的话 感觉这个学科也不是很好的样子 那他是不是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手段 我突然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手段 就是通过制造就是对死亡的焦虑 就是人都是会死的 但是就是制造这种你会老呀 你会得病你会死的这种 这种这种也是在通过state来inforce 你要有家你要怎么样 不然你就老了就会很miserable 他就不太就是他就忽略了 比如说你的生活质量 他就是先让你去思考 哎呀我老了就我七八十岁了 可怎么活呀 就是这这种就是跳过了你的人生阶段 你就得现在suffer 就像刘说的你就得sacrifice 无尽的sacrifice来获得 比如说你八十岁之后的生活质量 对像很多比方说investment 你也是也要grow your wealth so that you know the future someday 所以你就所以这也是一个capital 就是你把capital扔进去想 不然就make sense 而且sacrifice四五十岁的生活质量 来获得九十岁的生活质量 而且就虽然说是我们有class difference 但是我其实我们跟农民工未必差很远 只不过我们的starting point 但是我们的ending point 都是想去进行一个阶级跃迁或者怎么样 而那些农民工在take you on 一些job的时候 他们不就是在想ok I'm trying to build this hadrow home patriarchal whatever right 所以这就是 真的这文中还提到了 提到了那个户极致 我觉得就是也是difference making machine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就是强制的在国家里面找这种as versus you 你就是外来务工人员 就大家都是人就是可以随意的流动 为什么他们就是这种就是second class citizen 他们的miserie完全是produced by the state 然后从这个里面crank out一些labor force 我作为我家是河南郑州的 然后感觉从小到大 身边有巨多的人要从河南把户口转移到什么北上广 不仅是为了高高 还为了什么工作等等买房什么的 然后就在看到了很多internal的migration 然后也有很多fail的情况 其实没有办法实现mobility 对啊他们就把这个当作啊 你就一定要非常优秀你才能获得去城市居住的权利 这难道不不就是你天生就你就可以搬去城里吗 在在感觉在西方社会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这个mobility 就大家就是自由的去move 但是在中国就是得把你的劳动力压榨到不能在榨干的时候 你才可以住在北京的郊外的一个很小的apartment里面 什么槽点太多 Difference making machine 太可怕了 真的就感觉你天生deserve的权利就是在这个都被通换了概念 就是Tori之前分享那个中瓜得瓜 中豆得豆这些 都可能被用作这个capitalism的一些手段 对无论是让解放女性让女性出来 目光也是为了capitalize on女性的那些一些productivity 然后我就想彩虹经济其实也就是想要capitalize on LGBTQ这些人的一些monitoring的一些 其实都是都是最终的都是capital 哎真的有绝望了吗 我很绝望哦 我真的我就觉得我除了服从逆练 我还能我能够做一些什么 但是提醒我们就是在我们在reclaim这些terms的时候 我们的敌人也在reclaim这些term 比如说我们现在embrace的同性恋是一个好的term 是一个值得骄傲的term 然后他们就也开始污名我们其他的term 感觉就是一个constant battle 就是我们就是得actively的去push 尤其是其实我们应该是多数对吧 就是假设异性恋是少数 然后他们其实是自我就是narrow down 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group里面去恋爱 然后同性就是lesbian continue 就是所有能接受和女性在一起的女性 或者能引作一些女性之间各种感情的女性 如果都在lesbian continue 我们应该才是主流对吧 但是就强制的被这个话语体系push到了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 就感觉这整整个都是阴谋 也同时觉得阴谋越多了 死亡观和性别平等也是有联系的 很多反同话术都是你死了 你快死的时候没人咬你这样 对说到这个死亡观和性别平等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网上sharing 就是说有一些人说一直都觉得男女平等 直到这一刻我才觉得男的还是能够扛起一些事情 然后底下有人解释说扛起什么事情 扛就是死人死后就是扛棺材 其实我就无语了就很离谱 你知道吗 你活你不在乎你活的质量 你也不在乎你活的什么 就是为了你死了之后不能够看到 那一刻有人给你死了一刻 yeah i know i know 就跟他一开始说那个slow death就被大家忽略了 就是所谓的就是你根本没有在活着 就被忽略了 然后大家在意的就是比如说你死前的那两天 有没有人来照顾你 真的真的我觉得死亡观这个也超级有趣 我自己也很喜欢读这方面的哲学 所以像什么heidegger这种的感觉 对死亡都有很深刻的见解 我觉得在政治语言体系下 死亡真的是有很多symbolic的东西 如果有对死亡感兴趣我还推荐读Baudrill 他对死亡经济也有很多的很多的讨论 比如说什么恐怖主义 就是利用死亡经济 然后恐怖袭击就是死亡 就是直接毁掉这个exchange system anyway 还不按赛的时候要美一点真的 哈哈哈 三点就就关于他们这种right based agenda 我就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像是 无论是反对LGBT或者是反对女性权利 就比如说反对女性堕胎权 他们都会在借用一种就是类似于去挪用一种这种 我们之前的一些少数群体弱数群体去争取权利的时候 我们一般就会有那种right based的 因为我们会强调我们是公民 我们应该享有和其他的公民 和其他的这种比如说有权式的公民 然后这种多数主流的公民一样的一些社会的权利 就比如说最简单的最明显的 比如说同性恋者 就是同性恋者或者是双性恋者 他们想要跟同性戴侣结婚的时候就会去强调结婚权 它本身是一种公民的权利 那么如果说只有这个异性之间才能够结婚的话 那么实际上这种同性和同性结婚的这种权利是被虚致的 那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用这种right based的这样的一种话术 但现在呢这种这个反对少数群体去获得应有的公民权的这些人呢 他们会去挪用这种right based 但是他们的权实际上类似于一种previllage 而不是说他们所谓的一种合理的公民的权利 就比如说他们认为原先他们对于性少数的一些污名化的一些话语 这些hate speech 他们认为这些hate speech是他们一种个人表达的自由 然后又比如说是去剥夺这个妇女的堕胎权的时候 这些反堕胎权的人是会说你妇女拥有了堕胎权是侵犯了这个胎儿的生命权 他们会利用一些这样的话术来去剥夺这些少数的弱势的群体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权利 而我觉得这也是对于一些少数的曾经不被视为这个合法公民的这些少数群体啊弱势群体的 因为我们把自己抬到了一个公民的位置 而我们把这些原有的比如说以前的这种同性恋啊这些性取向的问题 它是一种非常私人的就被关在卧室里的问题 那他进入了公共的领域之后呢 他就是实际上被polity sites就是被政治化了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他被政治化的过程那肯定就涉及到一些权利的议题 所以他们也但是进入到公共领域之后呢 这些传统的这种我们可以称他们为这种压迫方的这些人呢 他们也会去利用这样权势的话术权利的话术来反过来去巩固他们所从今所拥有的压迫性的霸权 或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我们怎么维护我们争取来的这些话语体系呢 我们怎么才能让他们不被污染 比如说no means no 不会被interpreted 成inviting 的一种一种权势 我相信这个非常复杂 你可以通过social movement 的角度 比如说re-define某一个term 或者re-define 权利或者某些关键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通过struggle 的方式 感觉然后我们进行everyday life 的这种battle 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7的 然后让大家知道lesbian 的不同的含义等等 或者是love 的不同的含义 这本身也是一种battle 感觉可能这是stale 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话语权真的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因为所有的政治诉求感觉都是based on 他怎么frame 这个问题 然后他的framing 同时又会 他到底是在respond to frame 然后他的诉求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ideological base 所以我觉得服务也是挺有用的 如果我们真的想去研究就是怎么shake 话语权啊 然后以及怎么反抗的 这些这种东西 因为我对这个认识的一些妇女她们的说法是 就是会她们什么所谓的单美文化是跟现实中的男同事割洗的 就类似于她们的只存在于一个虚拟的层面 我并不想了解现实中男同的 算一些单美也会 但是我看到这个她是搞到现实当中 跟现实的连结还比较紧密 所以我就 但是我也就觉得她就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女宁 你去摆布一些男人的身体 我就觉得有可能是一个女 这个可能是正常的一个女 而不是说像有的女宁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过那个meme 就是说男宁就是骑在女人身上 然后女宁就是被男人骑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过那个meme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就 所以我就觉得 相较之下 拉拉的情感就是都不一样的 比较纷脆 就不会有那么多计较 而且拉拉都喜欢那种年长女性的 就是生活经验丰富的 然后就是学历高的女性 这里面好像有喜欢就是 那sugar daddy的那种 哈哈哈 就是叫年老的男性 感觉也是一种 是 是不是也在churrifying last in love 哈哈哈 我们是不是也在impose我们自己的fantasy of dancing love 哈哈哈 我看最近的discourse大家也想被什么 拉拉也有想被父婆包养的 还有什么sugar mommy这样的 concept好像也有 我觉得这都属于人性 不是说只有女性或者侄女 或者怎么样才会才会有的 真的 我觉得就被污名化就是 喜欢豪车什么豪宅 就是为什么就被污名化 我读这个就是蹄虎灌顶 这是一个class的问题 这不是说谁败不败金的问题 这是class和wealth gap 是class的矛盾转移到了gender上 然后感觉用gender再包装 这背后的一些社会冲突就很sneaky 西方渗透的宣传话术 原先的单位开始有意识的 在现实中于性少数群体个性 听大家讲的 就点还蛮有意思的 我可能会关注到更多的跟性相关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三美 他在表达是两个男生之间的一些 通过性关系去表达性别 他会体现出一种可能性吧 我会把它放的再宽一点 那么异性恋之中 他会不会有因为不同的性的表达 就性关系中的表达 会去解构性别角色 有什么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第四爱吧 这是一种形式 我听说现在有的女生会选择供养一个男生 然后以此为容什么之类的 然后pegging 据说pegging也是在美国也是很流行 然后很多人去wax他们的but 因为他们 their butt are too hair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这是我听到的 I don't know how true it is 第二章的后面也讲了 就是有些女性想找小鲜肉 哎 第五章的后面不是讲 然后包养那些男性 然后想用美色 用经济资源换取美色 感觉这样还挺 嗯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大家怎么想这种关系 还挺有趣的 我觉得被包养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但只要有女人愿意去包养男的 然后有这种gender equality 就是好的坏的事情 都有男的女的来平等的在做 我觉得只要这样就ok 只要gender上面是平等的 我觉得act上面其实就算是这样的 之前看过的一篇文章好像讲是 呃 在哪个国家肯尼亚啊 啊对 然后又为又为Ig病的原因 就很多变成了管妇 然后呃 就是然后他们会去包养 用他们自己的经济资源 来包养一些男性 然后这些年轻的男性的 但是就是 就是 他们作为temporary的host 就是感觉 他们之后还是要建立自己的家庭 找更年轻的女性的 然后就通过这样的包养的关系 积累自己的capital 积累自己的资源 然后反而 后来就把这些 就把这些老一点的女的抛弃了 所以就是 一种 很disturbing的现象 发现tory的心态好好呀 就是讲到这些很disturbing的心态 就是感觉已经 已经非常习惯了 用一个非常平缓的语气 去讨论一些非常尖锐的话题 挖了挖了 读的多了 我是觉得读这些东西读的多 我会心态更平和 真的有些就是 其实你有时候 你理解后面的 有些逻辑 说of course that happened 因为这是社会就是这样子运作的 你在挑掉这些之前 那肯定是不断的 麻了 就是他背后有更多有趣的东西的 带着一种curiosity的眼光 人间动物园 这个stevie jackson说的很得 on tango的web 看一下里边到底是有什么 什么东西的从中作梗 一些恋爱动物园 一些什么异性恋动物园 不过我觉得 关于女童的discourse 在一些什么梦中人这种类型的 就是关于两个非常feminine的 也不是feminine吧 就看起来更feminine 而不是比较 对对对的这种portrait之后 感觉就是大家逐渐的看 也开始磕起了百合CP 感觉近年来 这个research 是不是有一点点outdated 感觉是不是 还是中国的这个文化太日新月异了 Tori有什么comments 我自己对人法 但是我BL 都不是特别的了解 我 我知道反正 我知道 我上 这会儿好像百合确实很少很少 但我听说现在确实多样性了一些 我朋友说 但是还有很多比如说什么 ABO这样子的model 可以从到女童的身上 或者是女性长一些男性的性器官 这样子的奇怪的文章 我也不知道现在发展成怎么样了 我觉得作者应该也跟这个没有特别 不细吧 我感觉他自己也没有生活的那个背景之下 而且这样我感觉一直都是属于 嗯比较没有那么流行的 就是他好像提到他这个写作这一章节时的所有采访和研究都是在一二年左右 就十年前的数据 对 差不多是我上高中那会儿 但是确实没有什么题材可以研究 像现在浪姐很明显就比什么歌 又火的多 还是我是lesbian bias 但我觉得浪姐她里边的人还是很很比较stereotypical heteronormative的 嗯就像就是侄女那边有一个就是我一直觉得非常disturbing的形容 就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能磕白和是喜欢两个香香软软的女生 就我每次听到这一个形容我都会有点 就现在已经有ptsd的 就是刚刚有提到青春有你二 然后就是因为我实际上呃 我是我身边的有一些其他的core女性朋友 他们是追这个 但是我自己脸盲 所以我是不追这些reality show的 但是我我就看到了很多 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嘛 我经常看他们会共享一些这个讨论啊 甚至一些吐槽的时候 然后当时就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因为我知道在打铁梯的这些秀文里面 有的人举出了judice battler的理论 然后说这个好像是叫刘雨昕吧 举出了judice battler的理论 说刘雨昕有性别认知障碍 这不就是典型的就是用我们的话术 然后来来就是打击我们的community的这种 非常神奇的这种理论 然后然后就是就是我的呃朋友 因为他们本身是追刘雨昕的嘛 他们会呃说就是在他们这个哪怕是粉丝的 这个fandom community里面 也有一些人是很努力的在想把刘雨昕 再重新塞回到一个heteronormative的一个 女性的性别矩阵里头 就比如说给他呃换头成一些什么男喊的那种 比较feminine的那种女爱豆 然后或者说给他拉一个什么男爱豆 然后跟他让让说他是他不是同性恋啊 然后说他其实也跟异性很有cd感啊 这种就是非常神奇的一个就是你在 popular culture 里面 你可以去看到他们在舞台上展现的形象 很有这种queerness 但是在实际上的这种fandom 包括他的一些haters的这个这个community里面 也会有看到很强烈的对于主流的这种heteronormative normativity的一个呃 同化或者说是受到影响 感觉在铁梯铁梯一直都是感觉女童里面一个就是 就是一直传说中的东西就是没有人会confirm说 哎我是铁梯或者就是哎我知道我一个朋友是铁梯 感觉他就是一个你不会是铁梯吧 或者他是一个铁梯这种就像就remind me of 不这个话说就remind me of 当时我们的那个讨论就是fag 就是啊你是fag 你才是fag 就是其实没有人是fag 就是但是就是就有些policing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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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cing exactly 风科的这个policing就是这是什么现象啊 tory object object来就来树立这个我不知道 gender identity 还是对于自己femininity 的一种肯定 这样子对对对于男性气质的肯定 嗯 如果如果男性对于男性气质的肯定要要要要要要 fag的话女性气质的肯定如果 我不知道是不是比如说可以通过打铁 嗯 it's potential a new theory 嗯 我们的工具增加了可以通过不同的lens 但是来分析一些社会现象太棒了 tory 哈哈哈 谢谢雨晶的鼓励 下一回的toolbox是什么历史吗 toolbox真的就这样 对我们会有历史的 哈哈哈应该安排的是下下词吧 历史历史也挺多好 好的那我们大家下一期见下一期是两周之后 大家如果觉得这个节目还不错的话也可以推荐给自己的朋友们一起来参加 我们就两周之后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